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滴滴专车事业部总经理,战略高级总监,今年2月底被任命为国际事业部拉美区域负责人,向战略业务事业群负责人朱锦氏汇报,在加入滴滴之前,球广宇曾在摩根士丹利和贝恩资本工作过,费尔南德斯将继续担任99的战略顾问。 球广宇表示,99代表着未来增长的非凡时刻,我们的99团队在服务当地社区和他们的交通需求方面,有着无以伦比的承诺和经验。 在滴滴的强力支持下,我们将利用滴滴的资源继续创新和改善数以百万计的巴西人的生活,为他们提供更快捷、更安全和更实惠的交通选择。 99的政策、法务和传播主管马修斯·莫雷斯·麦瑞斯·莫瑞斯·莫瑞斯将成为99的总裁,负责监督该服务的市场运作。 在更换99的领导层的前几天,滴滴在墨西哥推出了其打车服务,墨西哥是滴滴在其他市场的第一次有机扩张。 在巴西,滴滴收购了99,而在台湾,滴滴则采用了基于科学经营的模式,在成为99首席执行官之前,费尔南德斯担任公司首席产品官将近一年的时间。 此前,他曾在谷歌工作了大约5年,负责YouTube业务,他还一度担任过拉美市场的移动和社交部门负责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